十四號晚間福大捷運站旁 發生追撞車禍騎士當場死亡 根據統計近三年來 機車死傷事故 平均兩萬多件 佔整體事故七成七 重要地方你加強安駕訓練 讓騎士別用生命來學習 針對騎姿 剎車 繞追 或八字繞行等進行訓練 強化騎士技巧與防衛駕駛官 交通部統計顯示 曾增加過機車駕訓的駕駛人 相比未受訓過的騎士 違規風險降低五成六 肇事風險也降低三成五 因此希望透過補助增加民眾意願 因為我們認為你即便有駕照 跟這個實際上路 其實還是有一段落差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個道路 實際的一個訓練 強化這個駕駛跟這個防禦駕駛的 一個觀念 去年起若參與道訓與駕訓者 能獲得中央與地方補助五千兩百元 補助名額四百人 若有駕照只想參加道訓 可補助兩千四百元 名額六百人 但只想參加駕訓的話 補助兩千六百元 名額只有一百人 不只如此 連U-Bike也有新規定 U-Bike二點零一 給我樂活的動力 U-Bike二點零一升級版 不只速度快 騎乘距離也變遠 7月起租借前 會先看你有無保傷害險 為了增加騎乘的一些保障 我們這邊有做一個限制 就是說要投保空空 自行這傷害險的 才可以騎乘電腐車 官網採實名制可免費投保 但要注意騎乘人和投保人 必須相同 才能保障騎車安全 三里新聞蔡宇九路配慮台北 採訪報導 現在是臨時賺匹能討用了 自然的市民 警察通責任